有很多的年轻人呢 我觉得对健康也非常的重视 纷纷过来呢 寻求一个解决他的胃越吃越大的这个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要解决呢 平时是因为什么呢 他说是因为最近呢 去到一个科室 说年轻人现在特别多的糖尿病 而这个糖尿病呢 有很多性质的啊 我们说一般过去我们讲 30岁以内的 我们得的是先天性的糖尿病 叫做一型糖尿病 也是胰岛素依赖性的糖尿病 而二型糖尿病呢 一般是成人之后 后天的获得的 跟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联的 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 这是他的典型症状 然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呢 第一个起居不规律 第二个呢饮食暴饮饰食 如果不是暴饮饰食的话 也有吃饭速度过快 而且吃饭速度过快 就是导致慢病最主要的元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正常人的饱腹感 15分钟才到 你试想一下 你吃饭速度快的人 和吃饭速度慢的人 达到15分钟时间段的时候 哪一个吃的食量比较大呢 那肯定是吃饭速度快的人 而我们人体呢 我们人体在6到18岁 生长发育过程当中 是需要一些能量供给的 而且呢 我们是合成和利用 它是在同时竞争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生长过程当中 消耗就比较多 所以需要我们吃进去更多的东西 一边合成一边消耗 但是到了中年 也就是到了25岁以后 到35岁40岁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叫中年人 也是家庭的中流砥柱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体力活比较多 吃的和用的也要求比较多 那么你的体力要付出很多 那你没有合成的食物 没有营养供给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从事的是办公室的工作 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的IT 动脑比较多 体力劳动就比较少 这种时候我们能量供给 如果在超标的话 你肯定就会给身体 带来很多的隐患 再加上你睡眠不足 或者是运动也不到位 还有呢 你在饮食过程当中的饮食结构 也不合理 就可能会出现慢病 而且这种慢病的解决 单纯靠药物去解决 是很难彻底把它解决掉的 为什么 因为你生活方式病 生活方式不改变 你就是药物会用的越来越多 你的病情会越来越重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高血压 你是不是吃一片药 血压能够控制 但是呢 你是不是得每天吃药 得坚持用药 规律用药 而且有可能有些人会是终身用药 而且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还有可能药物会越加越大 所以大家呢 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生活方式病 就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生活方式是什么呀 衣食住行 所以再次还是要用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四句话 十六个字的关键词来提醒大家 合理膳食 食量运动 戒烟陷酒 心理平衡 合理合在哪 第一 吃饭速度要慢 第二 吃饭顺序要变 一果 二酥 三蛋白 最后主食跟上来 而且八样东西少吃或者不吃 工作之余 大家在一起 喜喜呀 聚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管住嘴 练好腿 心情舒畅 多喝水 管住嘴 一定是吃饭速度要慢 你吃饭速度慢下来 你再体会一下 吃饭顺序的改变 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